这次小学堂就要带您来关注 美中虽然签了协议 但是华为身为贸易战的一个风暴中心 这次在协议当中似乎是只字未提的 但是美国对于封杀华为还是不手软 我们看看这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政府即将要发布一个新的法规 过去我们知道 其实华为是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那列入实体清单等于就是变成黑名单 所以所有的美国企业都不可以再跟华为做生意 但是现在呢扩大了这个制裁的范围 而且呢就把这个美国的技术含量 从25%降低到10% 原本呢只要这美国技术含量有25% 就不可以跟华为去做生意 但现在只要有一成跟美国技术有关 就不可以哦 那这东西呢还扩大到非技术的产品 比方说消费电子产品啦 或者是没有那么敏感的晶片技术等等 所以现在专家怎么看 专家就说哦 哇那你直接去修改了这个产品的规则 不就是等同于 只要有用到美国软体制造的产品 那就是都属于美国禁令的管制范围内吗 要一网打尽 不过我们看到华为创办人任正非 他似乎还是老神在在 他说我们不需要美国就能自己解决供应的问题 所以美国啊你们就继续把我们华为放在实体清单 没有关系 华为呢也是有办法自己生存的很好的 好但是现在台湾的科技业恐怕就夹在这两强之间 似乎真的要选边站了 说到了台积电呢 它是全球晶圆代工业务的一个龙头 而且呢它在这部分在全球的市占 可是高达有50%哦 主要的客户有谁呢 好包括像是有华为啊 Google高通等等晶片公司 另外呢他们也为美国的军事来从事一个 这个高性能的晶片提供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的F35战机 相关的一些零组件也是由台积电来负责的 可是呢现在美国严格的限制企业供货给华为 那台积电有供货给华为嘛 所以消息一出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股价在今天马上就下跌 跌破了340元大关 那么现在就有日本媒体就报道 说其实美国政府是在施压台积电的 要求他们到美国去设厂 然后呢在美国生产军用的晶片 好这样子真的是好事吗 我们看看国际专家怎么看这个事情 现在呢有国际专家就说台积电啊 当然到美国去是有助于台美关系的升级 可是呢台积电是台湾很重要的经济资产 然后也是我们台湾重要的国安战略资产 所以说到了那边去啊 可能就会削弱台湾对于美国一个存在战略的价值 对于台湾整体的国家利益 是有利益有弊的 所以相关部门真的必须要审慎的评估 那我们看到局势其实一直在变 首富也换人当了哦 富比市杂志就公布最新的台湾五十大富豪排行榜 排名大洗牌 鼎心集团的魏家四兄弟 现在取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成为最新的台湾首富 我临时接到了白宫的邀请 会关心我在 会是关心投资进度怎么样 身为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不止一次进出白宫 2019年科技大亨转战政坛 没能获得国民党提名 竟连台湾首富宝座也拱手让人 在富比市公布最新的台湾五十大富豪排行榜 仅仅排名第四 三 二 一 请启动 鼎心魏家四兄弟 以总资产两千一百五十六亿台币 首度冲上冠军宝座 第二名则是国泰集团 蔡宏图 蔡正达兄弟 身家高达两千一百二十六亿台币 莫莫集团蔡也明 受益于原物料叠价 颓身获利 以两千零九十六亿台币资产紧追在后 经营事业也不能够只想赚钱 当然等到你真正机会来了 你把握了机会 钱要追你的时候 他四只脚 你两只脚 也逃不了 富邦集团蔡明忠 蔡明星兄弟名列第五 值得注意的是 前五十名只有两位女富豪进榜 同一集团接班人高秀林 正是其中之一 根据富比市统计 今年五十大台湾富豪 资产合计增加约两千四百亿台币 约为七点七个百分点 相较于台股2019年上涨百分之二十二 增幅不算多 下期新闻传播报道 下期新闻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期新闻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